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9年11月 位于四川省渠县城坝村的荡渠古城遗址中 意外发现战国时期高等级墓葬 发掘现场惊喜不断 墓主人海骨和随葬器物依稀可见 拥有黄金剑格皮剑翘的柳叶型青铜剑 气形精美的青铜否 青铜谋 青铜符 西亚风格的琉璃蜻蜓眼 等大量文物陆续出土 大量的随葬品彰显着墓葬规格之高 也给考古队员们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墓主人到底适合身份 海骨下是否还埋藏着更多线索 这些文物又将讲述一段怎样的历史故事 2019年11月22日 包裹着M45号墓主人海骨和随葬品的遗土 即将被整体切割 并送往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在此之前 考古队员要完成最后的清理工作 就在这时 现场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M45号墓葬北部外围 青铜器再次出现 这出乎所有在场考古队员的意料 这个木 按理说我们其实已经挖到底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棺木的底 就是这个木痕已经很清楚在这里了 而且器物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并没有看到它器物就已经 就器物下还叠压着什么东西 但是在清理外侧的木葬填土的时候 却发现在这里像是有一个单独的遗迹 但是可能也是和这个木葬 是属于这个木葬整体的一部分 里面发现一些青铜器 意外出现青铜器的区域 位于M45号木坑的外围 其水平位置低于木坑底部生土层 且形状不规则 它会是什么呢 考古队员们决定展开进一步发掘 泥土被逐渐刮平 不同颜色的土壤慢慢出现 这一处遗迹的范围开始清晰起来 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坑状遗迹 有着南宽北窄的不规整形状 这种情况大家前所未见 考古队员马上拨通了 李队陈卫东的电话 向他汇报现场情况 经过电话沟通 陈卫东推测 这处新的遗迹可能是M45墓葬的一部分 也有可能是从附近未被发现的墓葬中 延伸出来的 稳妥期间 考古队员们立刻开展新一轮勘探 以确定周围是否还有其他墓葬 没有 没有啥东西 对吧 这些从土层深处取到的土样 都是原生土壤 经过钻探考古队员确认 这处不规则的坑状遗迹周边 并没有发现新的墓葬 他们对这处遗迹的进一步发掘 正式开始 随着土层被逐步揭开 不断有青铜器显露出来 现场的考古队员再次推断 这处遗迹是墓葬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泥土中的一件青铜器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真漂亮 我的天呐 这个是错进英文是吧 这绝对不是墓 墓的话同期不可能那么密 这个刷刷呢 拿刷子呢 这个刷子刷子了 我还是先把这方面这头泥巴取了 这个文是很漂亮 这个意思 不是最的两价 发掘的辛苦伴随着发现的乐趣 细细刷去文是上的泥土 气雾的大致轮廓展露出来 铜方 铜方胡 但现在不确定得清爽再看 那个肯定是方胡的盖我觉得 是方胡的盖 这个是方胡的盖 这是一件精美的带盖方胡 就是胡嘛 酒气 也是就是方形的 就是那个胡 它的不是我们平时那种胡是圆的嘛 它那四周是有四条棱的 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考古队员们的努力下 整个遗迹坑基本清理完毕 初步发现青铜器实践 其中部分器物紧密地叠压在一起 发掘进展被实时发送给领队陈卫东 他推测 这个不规则遗迹坑 很可能是M45号墓葬的腰坑 这个墓葬出土了以后 其实我一直怀疑它是有腰坑的 我也一直以为 这个墓准的腰坑 应该就在墓准的正下方 但是当我们取完了 头端的这些器物的时候 有一圈非常明显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坑 已经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在清这个坑的过程中 就发现了这有十件清空器 古人在墓葬底部挖出一个坑 于坑内训生或葬物 更高等级的墓葬中 还常见有训人 由于这一类坑学 都在墓主人海骨腰部的下方 所以被称为腰坑 尽管陈霸遗址内发现的这处 不规则遗迹坑 与腰坑的作用极为相似 但它却位于M45墓葬的最北边 不同于传统腰坑的位置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 腰坑肯定就是在墓主人身下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拍的成都院做的双原村 它就是在整个棺材的中部的底下 它有这样一个腰坑 或者是新东马加达木 它都是在整个墓室的中部 回压和画一个坑 有腰坑的墓葬肯定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墓葬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它就在头端的器物下挖了一个坑 所以我们现在先暂时把它叫器物坑 特殊的器物坑 为这处墓葬再次增添了神秘色彩 同时也让陈卫东心中有了一个新的疑问 在秦汉时期 成霸遗址曾是八人的聚居之地 八人以刚允尚武著称 在四千多年前出现 却又在两千多年前突然消失 史书中关于八人和八文化的记载 也少而零散 这只神秘的族群经过何处 去往何方 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着答案 1999年 位于四川省宣汉县的罗家坝遗址 首次发掘正式开始 在随后的多次发掘中 借助从罗家坝遗址获得的珍贵信息 考古学家终于专联起了古代八人的迁徙路线 他们起源于厄西青江流域 因为某种原因沿着长江不断向西迁徙 然后顺着嘉陵江到达现在的宣汉罗家坝 在率队发掘陈霸遗址之前 陈卫东曾长年参与罗家坝遗址的发掘工作 他和考古队发现 有很多线索指向一个重要的信息 陈霸遗址中的八人 是从罗家坝遗址迁徙而来 而在此次发掘中 陈卫东却发现 陈霸遗址的墓葬葬俗 与罗家坝遗址的同时期墓葬 有很大区别 他的随葬品的排列就很有特征 是吧 整个就是所有的随葬品都放在了这个头端 而且在头端下面挖了一个弃股坑 这种在其他地方其实是没有的 包括我们陈霸遗址 陈霸遗址其实是相反的 它是脚朝河 头朝山 这儿是头朝河 是吧 把所有的气候都放在头端 而罗家坝是把所有的气候都放在脚端 就证明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这个族属 我们原来以为 陈霸遗址的一部分人可能迁到这儿了 但是现在来看 这时候完全肯定是没有这样的 这个现象出现 那么 陈霸遗址中的八人会起源于何处呢 对于未知的好奇 对于未知的探索 都需要考古工作者付出切而不舍的努力 这正是考古的魅力 面对墓葬中出现的新气五坑 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学术推测 领队陈卫东不想再错过发掘现场的任何一个细节 他迅速完成异地的工作 赶回城吧 参与器物坑的文物提取工作 提取工作一开始 他们便收获了一个惊喜 不要着急 我看一下 这是啥东西 有字吗 这像字啊 有点像 有有有 有名文的 这绝对应该是字 同方湖的盖上竟然刻有类似文字的图案 这让陈卫东十分嫉妒 自由追好 这个应该是文字 没有问题 是吧 一把脚给去的 在场的考古队员也都很好奇 这上面刻的会是什么字 这绝对应该是字 你那有水没有 来来来倒点水 倒点水刷 我把这个字刷一下 经过简单的清理 字符慢慢清晰起来 下面还有一块 可以的刷刷 这个字多清楚的 是 看吧 五个字 看清楚 就是人不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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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字 嗯 那个垫了一把垫 这个垫不动 回去 回去你们慢慢处理 你们免花吧 最终 陈卫东在胡盖内侧 发现了五个字符 猜测可能是巴蜀符号 但胡盖内是否还有其他文字 这些字符表达了什么含义 这些疑问暂时无法得到解答 这行字我们现在还不能够使读 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字 是所谓的与巴蜀符号 其实已经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书写的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字体 这对于我们解读这个巴人的语言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放下胡盖 考古队员们接着清理器物坑 因为铜器一个压一个 就任何一个都可能要伤到其他的这个铜器 但由于坑内铜器哀怜紧密 提取工作遇到了难题 动不动啊 动不动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 每一件文物都是具有研究意义的孤品 要想将所有青铜器完整提取出来 必须从最方便移动的一件器物入手 经过观察 陈卫东决定 从位于中间的同方湖着手提取 随着几声呼喊 同方湖被顺利提取出来 虽然仍被泥土包裹 但依然可以看到气身上 纹饰绚丽 气形线条优美 做工精致 随后 考古队员又提取出两件 叠压在一起的青铜玉否 四十 由于坑内气物减少 可利用的空间增大 提取速度也随之加快 先 你要把这一件就热了 把这下面你把 我就是掏了 你把这一件取了 因为这是两件才 然后出来把那一件也掏出来 然后你往里面敲的时候 带着躲到泥下面 不要直接敲到温暮上 我知道 把这地方带跑一下 高峰是吧 慢了慢了 不要黄 那个牛 等一下 牛把这个顶住了 我 在考古队员们的努力下 一件精美的虎扭唇鱼 被顺利取出 漂亮 一条蛇插在这个虎的身上 然后蛇口上吞了一个环 这确实是 它尾巴好多 嗯 在这 这是虎的尾巴 巴是有虎出卖的 虎出卖和蛇出卖 这个地方都不错 那个虎的 能吗 那 看一看这两个 哦 这这这 这是虎 虎位 哦 我就说咋没有了 我就是能快销了 看了 看了吗 插个尾巴 就是虎尾巴 那么短了 就是呗 摸着还有另一个 那就是 桃嘛 两个桃不是一个蛇 这是两个桃 整个桃是活动的 看了 上面一个桃 底下一个桃 一个桃拴在这个虎身上 另一个桃应该是用来钓的 整个这个 纯鱼是有一个架子 把它挂起来 然后敲打 纯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同质打击乐器 肩围扩大 腰围缩小 或是平顶五钮 或是配有无视的环钮 桥钮 钮布 有马形 龙形 凤形 等不同造型 此次出土的是一件 虎扭纯鱼 之所以说 纯鱼其实是中央地区的一个东西 但是虎扭纯鱼主要流行在 八人所活动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原来我们对于 虎扭纯鱼的使用方法 其实是学习界有很多争议 比如说有人说是挂起来的 有人说是拿在手里打的 这件纯鱼的独特之处是 它保留了 纯鱼 这个环 就是挂的 这样一些东西 这说明 纯鱼应该就是挂起来 然后大家再使用 打击 这样的一个乐器 这件虎扭纯鱼的出土 为明确纯鱼的使用方式 提供了重要证据 这竟是它带来的第一个惊喜 考古队员很快发现 红鱼纯鱼内藏玄机 纯鱼内部 置放着两件青铜器 外露的一件是铜针 另一件只见其影 不明其形 这极大的激发了 每一个在场考古人员的探索 要不还是一个小针 是那样对弃 这是上面带的耳朵 咋可能的 中哪有耳朵呢 中在上面的嘛 中和中都在上面 纯鱼内填满泥土 无法看清青铜器的气形 只能根据经验做出推测 它可能是铜针或鞭中 很快 第一件铜针被取出 这上面有纹饰 有有有 这是纹饰 纹饰 那都是瓜葬符号 缓慢清洗之后 复杂不知名的纹饰 出现了 这上面有一群山 三字型符号 有可能是 就是说这种 这种符号 然后中间有一个 这种符号 这俩不太清楚 这好像感觉有个星星 上面有个山一样 群山 中山 着山 着山 紧接着 虎扭纯鱼中的 另一件青铜器 也被提取出来 哦 还有纹饰 还有纹饰 你看 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都有 我们能够想到的东西 它基本上都有了 它们要大一些 这边还有 这个编钟好迷你 迷你编钟 但是所有的 其有是齐全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墓葬级别很高 我多希望这写个字 这有附号 算了 这是一件精致小巧的编钟 在气身上 考古队员同样发现了纹饰 老虎 很漂亮的一个老虎 一个非常明显的老虎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 应该是把粗糯一点的东西 快来来来 要喝一下 我先给它喝一下 令人激动的发现 让陈卫东难言喜悦之情 这真是没白费 主要是整个巴的 所有的乐器 其实已经齐全了 编钟上清晰地刻画着 一只虎的图案 这是在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上 较为常见的一种符号 这是城坝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铜鸽 文士刻画出虎头人身的造型 两手似虎爪 两足却为人脚 栩栩如生 此次出土的虎牛纯鱼上 同样出现了虎的形象 虎仰头张嘴 巨牙翘尾 形象逼真 那么 这些反复出现的虎的图案 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这个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符号 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双蛇文件 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 再一个就是虎牛纯鱼 这两件 我前几天在宫殿下也说过 蛇与虎是八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 有学者研究就认为 我们川东地区 就是我们荡渠 这一个渠类的人的一个 早期的一个信仰崇拜 可能就是与蛇有关系 就是八蛇吞象 可能是起源于川东地区 那么重庆以及厄西地区的 可能崇拜虎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只是最后八国在统一的过程中 将整个虎作为它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图腾之一而突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出土这些边中上 也有这个非常突出的这个虎文 事实上除了虎文 川东地区出土的诸多文物上 还发现有手心文和花地文等文式 这种赞刻在各种器物上的文式 被考古学家称为巴蜀符号 这些神秘的文式 至今在考古界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巴蜀符号确实是 到底是符号还是文字 其实在学术上增益非常大 就是截至到现在 其实增益也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出土的一批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新的 一些符号和组合方式 包括我们在同坊上 可能发现了有一些文字 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使读这个文字 可能下一步还要借助一些 更科技的手段 再清理一下 看这个文字 到底是楚国的文字 还是巴蜀文字 这个也有利于我们 对于这已经死去的文字 就是巴蜀文字 进一步的解读 去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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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底的 你不要把圈子压坏了 好了吗 好 和国民 日本史有些 他们有些 有一些拖地 我要给你 来 来 来 去 放哪里放 这点大伙子 大伙子 去这儿吧 慢点 照一张就 顺便就把那个打包 打包以后就移交了 这个是看这边 随着最后两件 辅赠的出土 M45号墓葬 契物坑的文物 都已提取完毕 共11件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 披着历史的华服 静立于阳光中 似乎在诉说着 千年前的故事 在提取青铜器时 现场另一堆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文冲 带领工作人员 也在进行着准备工作 先把那个遗迹暴露出来 就是把那个整体 挖一个那个台面出来 台面出来的 然后再把那个台面的话 用一个箱子 木箱子 给它整体框住 为了整体提取 M45号墓葬的墓主人海谷 他们先要制作一个 与木坑大小同等的墓箱 用它来套取整块遗迹台面 保证文物在运输过程中 不会散落 切的那个 斑的那个遗迹大小来 确定 木条这些很特别 碰上难得的好天气 现场的气氛 也变得轻松活跃 切一个木槿 与此同时 一记台面的清理工作 也在逐步进行 露出的台面套取前 还需铺上一层塑料膜布 这层薄膜是让它和我们的外来 其他的那些东西 起个格局的作用 不对文物进行二次的污染 虽然没有木匠的手艺 但在众人的通力合作下 木箱成功嵌套上带提取的一台 用石块压石后 工作人员开始往嵌套的雾箱中 注入聚氨纸发泡材料 考古队员十分熟悉这种发泡器 从气污罐中喷出后 液态的发泡器会迅速地膨胀变大 填满箱内的空隙 这种发泡材料固化后 不开裂不腐化 在木箱移动和运输过程中 它能够最大限度地 减少内部泥土和文物的晃动 从而保障文物安全 时间疏忽而顾 不知不觉夜色已深 经过一夜的空隙 发泡器已牢牢地将文物包裹起来 终于到了切割的环节 考虑到主体面积较大 无法直接通过人力拉住完成 工作人员决定 使用手动葫芦将其平整切割下来 在众人合力之下 链条被缓慢拉动 紧张的气氛也随着钢丝一轮紧绷 为了保持切面平整 必须一气呵成 力道始终保持在文艺水平 再来一点 好了可以了 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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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点 封箱后 重达两吨的泥土 包裹着牧主人海谷与大量文物 离开了他们曾沉睡千年的土地 跨越数百公里 被送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待进一步的清理与探索 此时考古岭对陈瑞东也松了一口气 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它的人骨非常地 基本上成为粉末状的 人骨没办法拿去 然后这个M45墓主人身上 它有大量的珠式 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一些珠子 也有很粉末状的这种珠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现场没办法进行加固 所以请文宝部门过来 就把它整体打包运回实验室 然后在实验室 逐步逐步的一层一层的往下清 这样的话 同时这也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品 将来我们如果陈瑞一子有这样一个博物馆的话 我想让观众能够更加近距离的了解 当时的整个隋葬品在墓主人身上是怎么分布的 至此 陈瑞一子中这批战国墓葬的发掘工作已到尾声 对于此次发掘成果 陈瑞冬感到十分欣喜 这个完全是出过医疗之外的东西 真的是 挖这个墓葬其实是 没有想到能够挖那么大的一个墓葬 当时就说挖几个小墓就能够证明这个东西 它有东周的东西就行 但是也确实是完全超出我的所有的预料之中 包括整个这个传官藏 包括整个这个藏士以及隋葬器物 原来都没有的东西 就包括整个巴蜀地区其实都没有的 虽然隋葬器物有一些可能跟其他地方一样的 但是整个的来说的话它确实是独一的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篇章 开启了川东地区寻拔的一个新的篇章 然而考古队员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 出途的诸多文物仍带进一步的研究 陈霸遗址中还掩藏着许多谜题等待解答 这批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遗址中是否还存在其他高等级墓葬 曾生活在此处的巴人来自哪里 器物上的巴蜀符号有何重要意义 这些问题都等待着考古人员去不断探索揭秘